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过了足足将近半个多小时的功夫 我的心里面才终于平静了一些 总算是不吐了 但是胃里却不好受 毕竟这一天都是在车上吃了点干粮 正经饭是一顿都没有吃 肚子里根本没有东西 刚才说是在吐 其实就是藕酸水 现在从嗓子眼到胃里 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张静雅走过来拍拍我肩膀 说 好点了 我勉强点点头 问他 查到线索了吗 张静雅点了点头 又最后摇了摇头 给我整迷糊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 过了半天 张静雅才悠悠的说道 还和我刚来时候一样啊 看完尸体 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鬼还是没了 很不好推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人做的 我不禁瞪大眼睛 问他 你怎么知道啊 感觉 张静雅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你知道如何包下一张完整的人皮吗 我点了点头 我曾经在我家的藏书上看到过这方面的内容 上面说啊 人皮其实特别难包 因为人的皮层太薄 而且还分为三层 一层是表皮 第二层是真皮深处 第三层是皮下组织 也就是一些脂肪细胞什么的 不过通常意义上说的真皮啊 只有表皮和真皮深处 厚度合起来 最多最多不会超过2.5毫米 而且和皮下组织粘合极其紧密 想要完整包裂下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据说啊 在古代最常见的两种包皮方式 不外乎刀割和灌水银 刀割就是从人的脊梁骨来开刀 因为那里是皮肤连着骨头 不会碰到肉 当然这样的方式包下的皮 不是特别完整 灌水银呢就是从人的头皮上 祸害一个十字口子 把水银从上面灌进去 水银重会一直下沉 渐渐地将人的皮肉组织和皮给分开了 而人在这过程中啊 是痛苦扭曲 加快玻璃速度 最后就像缠退一样 留下一张完整的皮囊 既然知道 你应该知道这包皮的难度的 绝对是一门技术活啊 张金牙沉声说道 可是你有没有走迹看 刚才那瘦海人的脸吗 他的表皮和真皮是完整的被驱走的 一点皮下组织都没被带走 你觉得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且不说是在人脸上肉厚的地方精准下头 就是最后往下扯脸皮的时候 也会破坏皮下脂肪阻射等东西 可被害人完全没有这种迹象 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但具体什么东西作罪 我又捏不准 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脏东西是这么害人的 说到这里 张金牙常常呼出一口气 说 小天啊 这一子我们怕是有麻烦了 因为我们碰到的脏东西 很可能是一种很罕见的 甚至是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我一听顿时也苦笑起来 未知的往往才是最可怕的 张金牙这家伙人品虽然不咋的 但是手段那绝对是没得说的 那天在乱葬岗上狂虐厉鬼那一幕 我和亲眼所见 绝对是个高手 但现在连他都开始信心动摇了 可想而知 我们这次碰到的麻烦究竟有多大 这个时候 老村长带几个年轻小伙子 为二牛盖上棺材盖子 他招呼着我们去他家 其实离这儿不算远 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他家里已经摆了一桌韭菜 招呼我们吃饭 只可惜 我张金牙刚才两个人虽然很饿 但根本没什么胃口 相信任谁看过二牛死后的惨像 也肯定吃不下东西的 倒是周静 这个没看过尸体的人 吃得特别嗨 跟黑贼一人一狗横扫整张桌子 一直等吃得差不多了 老村长才有些担忧地问道 张道长啊 能看出来到底什么东西在祸害人吗 算是看不出来 张金牙叹了口气说 我早就说过了 脏东西作乱 都不是平白无故害人的 说白了 都是生前心中有怨气 死后不肯入轮回 所以才在阳间为非作歹 讨生前债的 老先生 你仔细想想 在第一个人遇害之前 你们村子里 有没有出现过冤死之人啊 肯定没有 老村长想都没想 就直接说道 丁桃村这地方虽然穷 但村民呢 都是颇为捕食的 除了那儿牛家的人 比较刻薄之外 其他村民呢 都是好样的 平日里连点冲突都没有 哪里会有什么冤死的人呢 眼下这事情 发生之前的一年之内 我们村子里 只有两位老人没了 但也都是养手近了 他们前生儿女孝顺 子孙安分 没有理由来村子里 祸害的呀 看老村长说的肯定 张金牙也皱起眉头 沉默片刻又问道 那第一个受害者 你了解吗 就是那个叫做 秦鸿梅的女大学生 她平日间为人如何 有没有造什么念 毕竟这脏东西 如果要害人的话 一般来说 害的第一个 肯定是她生前最恨之人 说不得的脏东西啊 就是冲着这秦鸿梅来的 老村长听了之后 一愣 也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两久 才抬头 对张金牙说 大长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问住老头子了 哎呀 心后没这女娃子 老头子还真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 这女娃小时候 一直都是跟着她 城里的舅舅生活 打小 在农村呢 和她爸妈 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然后就听说去了大学了 我那时候还感慨呢 咱们订陶村 可算是出了一个大学生了 但她念大学这几年呢 一直也是和村里 没有啥联系 再回来时候啊 就是她遇害的时候了 老头子 也没和这女娃 打过什么交道 她回来以后 基本上就在家里 很少出来 老头子就见过她几面 这女娃 给我的唯一的 就像是 出路的水灵 身上有一股文化 仍残有的傲气 基本上就这些了 听完这话 我和张静雅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 彼此眼中的疑惑 看来 这件事的源头 八成就印在 这秦洪梅的身上了 张静雅 微微眯起眼睛 整个定陶村 安安定定过了这么多年 人们互相之间 都知根知底的 没什么大恶 根本不具备 这种脏东西 索命的条件呢 可这秦洪梅 就不一样了 我们对这女孩啊 是一无所知 她一回来 就招惹上这种东西 我看事情啊 基本上 是她招惹的 说到这里 张静雅 拉着我 直接站起来 说 走 咱们去拜访一下 这位秦洪梅的父母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不能再等下去了 若那脏东西 害够七七四十九个人 咱们哥俩 铁定 要交代在这了 等等 老村长连忙起神 拉住我们两个 苦笑说道 你们还是别去了 去了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问老村长 什么意思 老村长说 秦洪梅那孩子的父母啊 早就已经不在了 除了这事之后啊 她母亲直接疯了 她父亲 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卖了 然后带她母亲 去看病去了 去了哪里 村子里啊 谁也不知道 看清醒 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 你们去了 也是白去 张金雅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这刚刚有了线索 一下就被掐断了 她心情能好才怪呢 老村长 小心翼翼的 看了我们两个一眼 似乎是生怕我们 就这么掉头离开一半 导长 现在还有什么 别的办法没有啊 有 张金雅脸色难看 缓缓突出一口气 一字一顿地说 问受害者 我听后一愣 然后再反应过来 这家伙莫不是要招那些 被害死的女孩的魂魄吗 然后问他们 到底是谁害他们 光是想想这个 我就感觉后背发凉 就下意识问他 你要把秦鸿梅给弄出来 不是他 他死了已经三个月了 估计阴魂呢 早被阴差给送走了 要不然他死在这里 恐怕早闹腾起来了 我要找他呢 就得去阴去 我可没那本事啊 要去了十有八九 是有去无回 张金雅陈胜说 我这边问的呀 是二妞 她是刚死之人 今晚应该是她 阴魂形成的时候 我们如果守在 她的尸体身边的话 绝对能找到她 说到这里 张金雅拍拍我肩膀 说 真不知道 该敢看你这小子 点儿背 说你运气好呢 跟着我解决第一个事啊 就碰到这种事情 还能见到 极其难得遇见的 阴魂形成的全过程 要是再幸运点的话 说不定还能见到 阴差锁魂的场面呢 我垂头苦笑 说实话 我一点都不想看 可是眼下 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反正已经跟张金雅 这个坑货 掉进烂泥摊子里面 就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往前走 然后张金雅 就开始嘱咐老村长 去准备一些东西 她要了一盒子墨斗鲜 要求老村长 必须用黑狗血泡过 同时还要九只大公鸡 而且这大公鸡 必须拿红绳 把嘴绑上 还要了朱砂 黄纸和毛笔 这些东西啊 在农村 都是寻常之物 老村长拍胸脯保证 一定给弄到最好的 最后 张金雅这伙想了想 就让老村长去问问 村子里谁家娘们来事 就整几条 沾了红的卫生巾过来 给老村长扫的 皱巴巴的脸 都变成黑红色了 不过为了村民安全 老村长还是点头答应了 说他尽力去办 我一看顿时无语 张金雅这个贱人 又开始搜集大轰隆了 嘱咐完这些之后 张金雅和我呢 就被安排在他家里休息了 用张金雅的话说 就是晚上要干活 这觉呢 肯定得睡足 否则身上阳气不足 晚上见阴人 简直就是自找不痛快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